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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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咸是一个被石沉大海的处境 因此我也就着这一点 得到局方正面的回应 他就表示了他会处理所有能够计法去到申请的邮箱 即旺角邮局的邮箱2600号的时候他都会处理 第二个就牵涉到证明文件的问题 我跟他去争议的地方就是 这些证明文件 其实在申请信咸里面 已经很清楚是长列了 而这份申请表格 亦都是有一个很清晰的声明 就是说如果你所提供的资料是不真实的话 可能是会被刑事检控的 因为是一个失实声明来的 因为这样的时间 但是要勉强申请人提供 新闻证明文件 提供这个住址证明 提供这个是银行户口的资料 其实是一个不必要的状态 是只会令到申请人 市民大众 在这个申请过程里面 是觉得有很多的繁衣 而影响了 这一次要是 雨露君尖之下 要令到市民大众 要获得这四千元的安排上面 是有很多很多的怨气 那 局方给我的答案 他就是说 他们是会尝试将 有关的证明的资格 是可以扭松 但仍然未去到我们的要求 就是说既然是这样 我们要信任香港市民 在申请的过程里面 他所填布的 是一个宣誓声明 一个声明的内容 其实已经是足够阻嚇 有人会亂禁报 还有因为牵涉到 要报的时间 实质上要 那四千元的钱 是要拍个人的户口里面的 因为这样的时间 其实可能他比政府更紧张 所以我们仍然在这一点上面 是跟政府当局 是有一个争议 也希望他考虑到 既然是 这个派钱的计划 是希望能够令到市民大众 是感受到 这个 分享到经济成果的时候 是不应该 是用各种不同的理由 是去令到申请人 有各种不同的烦恼的 那我希望在三个时间 政府当局是会 进一步考虑我们的意见 那当然在讨论过程里面 亦都会提探讨 有些连真正的 所谓的住址证明都没有 譬如说 露宿者 譬如说 麦兰文 这一类的朋友 那他怎样呢 那他都指出就是说 如果真的遇到 很个别的个案是这样的话 那他就要在申请表上面 是清楚说明到相关的内容 令到有关当局 可以进一步去審查 審议有关的问题 那令到 但是 相信如果 绝大部分的申请人的个案 已经是处理的话 这些个别小数的案 小数的个案呢 其实是透过其他不同的渠道 可以是确认到身份 然后都令到 他可以是收到 这一笔的 就是款项的时间 我相信这一局 都是有效的安排来的 但是这一个 始终的前提就是 政府当局 应该要将 绝大部分的申请人的申请手续 是进一步简化 去令到他不需要担心自己的申请 会不会碰到各种的 是刁难的时候呢 是石沉大海 那这一个呢 就是我今天 同政府当局 在讨论的过程里面 所得到的讯息 而政府当局的说 就是说 他会是 在稍后时间 是会作进一步 详细的描述 去令到大家 明白在申请过程里面 所碰到的困难 是有解决的路径的 是这样的 他不仅义到 政府会有更多的 有效的 需要更多的 我仍然觉得这个方法是很难的 我们仍然建议政府的方法 在特别的方法提供的方法 提供的抗法提供的抗法提供 我们仍然建议政府的抗法提供 当他们订阅上的抗法提供 他们已经成立了抗法提供的抗法提供 这会被判断法 所以我希望政府会摘取这种姿势 和整理的抗法提供的方法 我补充一点 我们看到政府去处理今次 派发4000元的安排 是极度混乱和准备极之不足 造成市民非常困扰 还有在前线的公务员 还有我们地区很多不同的议员办事处 面对非常沉重的压力 只是影印我们已经用了 我们很多办事处的纸张的储备 现在政府也是招令直改 不断临场去改动申请的方法 提供文件的资料等等 我们认为政府要申请人提交这么多文件 有很多是不必要的 譬如说住址证明 因为其中一个要求是要申请人 通常居港 住址证明其实证明不了 它是不是通常居港的 而住址证明这件事呢 它在申请表上面已经有声明 说明它在哪里居住的了嘛 你现在就说叫申请人在表上面自己填上 究竟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原因 所以提交不了 那那个行政的开支会大幅增加 也会令到申请更加混乱 我们是希望政府研究 其实根本是不需要提交的文件 譬如是住址证明的话 倒不如就不需要那些申请人提交了 它就签这个表格 而其他的资料我请其他同事再补充一下 根本是现在我们见到政府筹备了一年多的安排 仍然是那么混乱 我们对于政府整个安排是表示愤怒的 好 不是 我没有见到的 我是跟他们的电话当中的联络 因为其实我今早早也有来解说过我见到的问题 随后我都是一直向一家军邦局去查询和表达我的意见 在刚才这个时候我就是联络到刘炎 刘炎就是把我和他所讨论的内容 是表达给我听他的看法 当然刚才我所说的 我会见到现在政府当局可能要做的事情 仍然是未足以去减化 足够地减化到市民那个麻烦的地方 所以刚才我先说 我仍然希望政府当局是要认真去思考 究竟你要求申请者去提交各种的证明文件 去支持他作为申请所需的基本资料 其实是不是一个不必要的动作 我很希望他会同意我们这一点 因为他现在所要求提交的文件 其实目标只不过 实质上就是为了证明他是通常居港 但是他也很清楚 这些文件本身其实是不足以证实到 他是否通常居港 就是说有文件的不等于通常居港 没有文件也都不等于他不是通常居港 特别很多的家庭主婦 一直都是用先生联络的方法 或者一些刚刚18岁的学生 他可能家里面的所有的通讯地址 通讯的文件的抬头都是家人 而不是他自己的时间 正正就会受到影响的 所以我希望政府当局明白 既然有一个宣誓的 有一个Decoration 通常有一个声明在里面的时候 要相信香港市民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会如实地填布他的资料 亦都是通过如实填布资料 他才能够维护到他应该收到的 这个4000元的牌法 我们讲一讲 我们其实办事处 所有民主党的议员办事处 区议员办事处 立法会议员办事处 我们其实已经这段时间 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就是要搞4000元的申请 但是这个问题 表格已经是不够的 就变成了市民来到办事处 就要用办事处 议员办事处的资源 去印表给他们 印到那些白纸 我们全仓的白纸都用完了 现在这样搞法 政府要趕快 它已经是滞后 如果有200万人合资格申请 你才得100万份表 那你已经大件事了 你100万份表 是否叫我们去帮你捆呢 另外有些是不必要的 就是你要拍一些证明文件 包括银行传接 都要拍给它看 其实那张表已经填了 银行号码 就是收这笔钱的银行号码 是不会写错的 你写错了自己就没有了 最紧张就是自己的名字 和那个红号码 为什么还要印银行传接 是证明 这个传接户是你的呢 这些也是不必要的 这些也是要市民又会走来办事处 叫帮手印议员 我们又很难去拒绝 所以我们民主委很简单 要求麻烦你拿一声印多些表 和简化程序 将一些不必要的证据 文件那些就是豁免了它 然后它就要签一个 就是说我提供的资料 是确实无误的 已经足够了 就功德无量了 就不要搞到市民这么大怨气 还有我们在地区里面的 议员的助理是做到躺在这儿 我们希望政府尽快做一个检讨 和简化程序 好 谢谢